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澳洲的住房法案 绿党向阿尔巴尼斯政府提出了一项新提案 旨在通过住房澳大利亚未来基金 HAF增加25000套住房的资金支持 然而政府指责绿党与联盟合作阻碍住房倡议 让这项法案的通过变得更加困难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英国的偏远社区 阿桑那社区的基督教团体正在积极推动风力发电法规的改革 他们希望能够改变目前对风力发电机高度的限制 以便能够建造更高的风力发电机 这样可以减少对昂贵油发电机的依赖 帮助他们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最后,我们来看看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对留学生的影响 随着安全考量的上升 许多印度学生开始重新考虑前往加拿大的学习计划 这导致教育咨询公司面临询问量下降的挑战 这一情况不仅影响了学生的选择 也可能改变未来的移民政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绿党向阿尔巴尼斯政府提出了一项新提议 希望推动两项在参议院START的重要住房法案的通过 然而,目前这一努力,看起来很可能会失败 政府指责绿党与彼得、达顿合作 阻碍新住房政策的出台 劳动党提出的住房法案和新的税收措施 遭到绿党和联盟党的反对 谈判进展缓慢 绿党在给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的信中提出 希望通过住房澳大利亚未来基金HIF 立即资助更多住房项目 尽管政府认为这些提议不切实际 绿党希望政府批准再建两万五千套住房 而这些项目在第一轮申请中被拒绝 尽管绿党表示 愿意在下一个议会会议中通过劳动党的两项法案 但政府对此持怀疑态度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一处偏远的基督教社区正在推动法律变更 试图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建设锋利涡轮机 奥尔尼社区在埃塞克斯的Baretwell-on-Z营地 没有接入主电网 依赖油发电机年花费高达五千英镑 由于政府规定 只有高度低于11.1米的涡轮机 可以不申请规划许可 奥尔尼希望放宽这一限制 该社区的提案在2022年被拒绝 原因涉及视觉影响和对自然保护区的潜在影响 奥尔尼的联合监护人李查德·桑德斯表示 建设更大涡轮机将对社区的环保目标产生重大影响 半岛电视台报道 印度与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留学计划造成了重大影响 许多印度学生 尤其是来自庞哲普和哈里亚纳邦的学生 因外交紧张局势而停止了前往加拿大的留学计划 由于去年在加拿大被杀的西克教活动家 哈迪普·辛格·尼加尔事件 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恶化 导致学生和教育咨询公司面临困境 教育咨询公司报告称 加拿大的留学咨询需求下降了约10% 学生们正在转向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 加拿大政府还限制了国际学生的签证申请 进一步降低了留学吸引力 尽管对加拿大的需求依然存在 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政治问题 使得许多家庭重新考虑留学选择 路透社Breaking Views报道 阳光城面临着重组20亿美元在岸债务的挑战 投资者有四种选择其中包括82%的减计和债转股 这一投票结果将揭示投资者对这家31亿美元公司的生存机会 以及北京政府结束房地产低迷努力的看法 阳光城去年11月成功进行了离岸重组 虽然没有减计 但通过股权转换和延长还款期限为公司赢得了时间 尽管如此 阳光城依然在生存斗争中艰难前行 甚至将总部牵制天津 以获得更多地方政府的支持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 阳光城的股价今年反弹近80% 并在上个月成功筹集了1.55亿美元 这部分得益于公司自身的改革和北京近期的政策支持 南华早报指出 中国的消费在10月份因北京的刺激措施而出现强劲增长 零售销售同比增长4.8% 超出预期 尽管整体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3.4%的增幅 房地产投资依然是经济的主要拖累 前10个月同比下降10.3% 自9月以来 中国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支持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 包括降低现有住房的抵押贷款利率和放宽购房限制 10月份的新房销售同比增长0.9% 标志着自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增长 随着年末临近 中国正加大力度 以期实现年内GDP增长约5%的目标 国家立法机构也宣布了额外的6万亿人民币债券配额 以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 南华早报的另一则报道提到 一名29岁的癌症患者蓝某因筹款事件引发公众质疑 他在短短几天内通过众筹平台筹集了超过70万元人民币 但随后却发布了新购房产的照片 令众多捐赠者感到困惑 蓝某声称自己因癌症需要治疗 然而他的家族财务状况似乎并不透明 甚至有朋友透露他家拥有多处房产 众筹平台在调查后决定终止蓝某的筹款渠道 并将其列入失信筹款者黑名单 永久禁止其再次发起筹款 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慈善众筹透明度的担忧 许多人表示对捐款的信心受到打击 未来将更加谨慎 NBC News报道 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监狱的恶劣条件 严重侵犯了被拘留者的权利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发现 监狱内存在虫害、营养不良、医疗照顾不足 以及普遍的暴力行为 这些问题导致多起死亡事件 调查始于2023年7月 揭示了监狱内长久以来的肮脏和危险环境 尤其是拉肖恩、汤普森的死亡 引发了公众愤怒 他在精神病房中被发现时 身体虚弱且遭受虫害 调查报告中提到 监狱未能保护被拘留者 免受暴力和性侵犯 且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缺乏足够的医疗和心理健康照顾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海利、汉森和泽克斯、帕克 这对年轻情侣 正通过安利凯尔的项目 在阿德莱德的一个经济适用房中 努力生活 该项目旨在帮助18至25岁的年轻人 他们在州政府照护后 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 海利和泽克斯在经历了艰难的生活后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种 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 现在他们和其他居民一起合作建设社区花园 既能提供新鲜的蔬菜 也能创造一个适合野生动物栖息的环境 这个项目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生活技能的机会 同样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新南威尔士州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进展缓慢 尽管州政府努力加快规划系统 但新住宅的批准数量却在减少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 州政府每月需要批准超过6000个新家 但实际批准的数量远远低于这一目标 开发商表示 由于住房项目的可行性下降 许多开发申请未能提交 导致开发商转向其他州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组 旨在逐一解决项目的审批障碍 虽然有人认为仅仅缩短审批时间 并不足以解决住房供给问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公寓业主正面临不公平的困境 因为一项调查揭示了行业协会制定的分层管理合同 严重偏向管理公司令业主难以解约 资深律师布朗温维尔对此表示关注 他曾在担任为多利亚州业主委员会主席时 接触到这些合同 认为其条款可耻且对消费者不公平 合同中包含了许多不利于业主的条款 例如管理公司即使在疏忽的情况下 也能免于法律责任 并且业主必须支付管理公司高额的保险用金 新南威尔士州的退休人士鲍博、奥斯汀 也遇到类似问题 试图修改合同条款却遭到拒绝 表示之前的合同更为公平 业主网络组织呼吁各州政府制定公平的标准管理合同 以保护业主权益并禁止某些不合理条款 专家指出 现行合同使业主解雇管理者几乎不可能 往往需要通过法律途径 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 总之 这些不平等的合同条款使得公寓业主 在与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处于弱势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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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